所以的话,我们就会帮你去施,善谈去施 然后上来的话就是温阳 温阳的话就是让你顾脱 譬如说有些人脱缸 有些人痔瘡,第三期,他掉出来就排不上来 他可能会叫你揪百慧,还有再揪这个地方 那第三个呢就是活络气血 活络气血的话,它可以消肿 它可以消我们的一些肿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说,你要防地,你要健身 所以你看这个爱修,其实它很好 那你这样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说 如果用爱草来泡澡,那么全身都好了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你要拿不上去 回家,回家,回家 这个是维明哥,在大陆的民间 他有一句礼语,他说 家有三年爱,郎中不用爱 对,没错 爱草的爱 然后孟子,孟子在书上写到 他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爱 难怪,因为我十年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你缺爱 爱草的爱 关缘在肚脐下 关缘死,又叫气爱死 因为你咎的话,你整个气血通常 关缘在哪,在肚脐下山 肚脐下山 肚脐下山,当天 要关联死,气爱死 所以叫做关联死 一般叫当天气爱 日有相关的 你就会说 戴来说 那你走 问你 我她说 你走 你来回想 嗯 你